小伙子是一定需要成长的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责任 来 接下来听听你们怎么说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如果你一直这样不改的话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继续下去 我希望你能成长 你能独立 有主见 不要什么事都是依赖你妈妈 还有把你给你妈妈的爱也分一点给我 我成长以后肯定会成长的 但是我现在把我妈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以后你跟我妈在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是我就觉得我妈现在对我挺好 所以我挺依赖我妈的现在 改也是以后的事情吧 改 说完了 对 我说完了 来 请亮灯 两位回去做一个短暂的思考吧 好吗 请回 请关门 这个爱情啊 永远不都是简简单单的爱 永远伴随着责任 成长和担当 也许这个男孩子 他不够担当 让女孩子有些望而却步 所以能不能给时间去相互成长 相互包容 真的要他们自己去做选择 关注节目新机请 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TPTV剧力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监看监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来继续收看 我们节目的内容 好 两位最终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意外吗 挺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 他应该还挺在意我 你在用刚才 黄金六十秒当中的 那句话 考验他在不在意你是吗 其实你也知道 在黄金六十秒当中 你所说的那番话 是没有道理 就是我很依赖我母亲 所以改的事 以后再说吧 你是任性地 说出这句话 你跟你妈撒娇 没有问题 你妈跟你跟了 这么些年 但这个女人 才跟你处了几年 你想要让她 跟你妈一样 那样包容你 那不可能 所以她今天 告诉你的就是 我不是你妈 我做不到你妈 我满足不了你 所以以后 说某些话的时候 不要太任性 你是个男人 不要总是 以儿子的口气 身边好像 身边的女人 都是你的母亲一样 只有你的母亲 是你真正的母亲 可能是我说话的方式 希望这次的分手 对你是一个 经验的总结 回去好好想想 以后的爱情 怎么面对 以后的妈妈 和女朋友的关系 怎么处理好 希望你能成长 好吗 好的 加油吧 回去吧 其实男孩子走的时候 还是犹犹豫豫的 他可能到现在 都不相信 这样一个包容他 两年的女孩 就这么离开他了 但是成长 是需要代价的 希望经过 这一次的分手 让他以后人生的道路 更加顺利起来